她求婚非常多次 她几乎每周在我的阳台下面都会 瑞莎 瑞莎 我很爱她 但我很害怕再失败第二次 除了恐惧婚姻 瑞莎心中还有个隐忧 其实在我这个年纪 在乌克兰现在每个第三个女生不能生小孩 太可怕了 因为你感觉不到什么 你看不到什么 但其实身体里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统计 自从核灾发生后 先天性缺陷的孩童 比灾变前增加了好几倍 这个数据也让瑞莎担心 自己会不会也生下 基因缺陷的孩子 我那时候一直说我们去做检查 然后她一直说不要 你做不做检查 不会改变任何的事情 我怀孕的时候真的是 其实我到现在真觉得是 谢谢神经 谢谢神经